有些就是原廠走花崖 然後就硬打那一種也有可能 不行講原廠啊 等下我們被擠啊 欸 你怎麼保命你想說嘛 好 看一下 下面 哇 這車真的是有夠髒 嗨 華薰 今天我要整理這輛深厚的Artist 雖然說呢 它是大眾車款 一點都不經典 然後呢 我們也其實已經也整理過 這台車非常多台的 對 然後可能也拍過幾部影片了 然後我們今天要拍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今天我們也要來跟大家做 技術分享 就是說我們像內裝的這個拆解流程 怎麼做 會用到什麼工具 我們不常識的 通通給你們 這樣呢 我就可以趕快退休了 我們就可以不用幹了 哈哈哈哈 好 那因為呢 會想這樣做 是因為覺得說 就是多拍一點不同的影片嘛 想說看看大家這樣子 ok不ok 寫不喜歡 說實在的 因為我們攝影人員有限 每一台車 我要拍到那麼細 真的有點難啦 並不是說 我們不去創新或幹嘛的 而是 畢竟我們是在做生意的 我們是開店的 不是專職YouTube 好嗎 我們只是純粹就是幫客戶記錄 還有我們店內的一些案例作品 那當然有閒其他時間 我也盡可能去多拍一些可能 比較有更深度的技術教學等等之類的 對 如果說你真的想學 不然這樣子 你直接來店裡 好不好 我請你吃飯 你就在旁邊看 你自己要自己學 好嗎 因為畢竟我也沒辦法說 什麼東西都可以做到很完美 廢話不多說 好 今天呢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開內裝 你會用到哪一些工具 你還需要什麼經驗 像如果他們一般DIY的朋友 那你會建議他要準備哪一些東西 基本上你今天教完他們 我們就大概明年就不用開了 可以好好休息了 對 我可以休息了 好嗎 今天就將你這畢生的這個經驗 全部都教給他們 但是主要是工具要有齊全 國產車還有進口車 所用到的螺絲還有拆裝的方法 就完全不一樣 都不一樣 每一台車款的拆裝跟拆法不一樣 如果以國產車先從哪一些地方開始拆 在開始之前 準備好你的記憶桿 還有你的萬能雙手 再來就是最好要準備頭燈 然後呢 還有幾個小籃子 這些籃子呢 原因就是要讓你做個零件分類 因為你內裝拆完之後 你會超級多的東西 你如果你不會拆 你覺得你記憶不好的話 你先去Seven買一個保利達B 確保你精神良好 然後呢 再準備了手機 因為呢 你現在在拆之前 每一個步驟最好你先拍照起來 就是為了說 你忘記剛剛這些零件是裝在哪 這個就像是呢 是不是聽說你之前在 某某某的一個組裝房裡面 然後引擎拆下來可能有50顆螺絲 結果裝上去 結果下面怎麼還有10顆螺絲 那個概念一樣 也是有可能 簡單來說 這是一個階段性的拆裝 好讓你方便之後去對這個每個流程 也就是SOP啦 那這樣子呢 你也比較不會出差錯 我們就從椅子開始拆 先從腳罩拆掉 然後才會裸露出這個螺絲 那腳罩呢 不要小看 就只是一個小小的罩子 我跟你講 這個腳罩啊 它裡面有很多的卡扣 那是不是很多初學者在拆的時候都會 會硬拔 從那邊拆 或硬拆 那這邊有可能會產生半白 那就是因為它這樣硬拉 這邊已經有點變形 如果再大力一點可能斷掉也有可能 好那 阿豪我們普遍都是使用這些翹棒嘛 那這台車需要用到翹棒嗎 我們用兩隻萬人的手就好了 好吧 你來摳吧 我這樣你就會摳了 就兩邊掰開 掰開就下來了 掰開了 對 你是不是偷吃過了 好 沒有 3秒鐘就好了 然後要小心它的固定的角有沒有壞掉 如果壞掉的話 它可能會蓋不回去 就鬆鬆的啦 對 用過了嗎 對 然後已經就GG沒救了 那現在角罩拆完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要拆螺絲 對 拆螺絲 普遍日系車都是用多少的螺絲 日系車或國產車來講 都是14號的 六角14號 跟22號 然後進口車來講就是內六角 六角的 或者星星 就是它分比較多種 我跟你講 在拆螺絲這邊有幾點超重要的 阿豪我們是不是過去遇過幾種狀況 它的車過去被拆裝過 它是不是有被硬打 或是鎖到快滑牙 有些就是原廠 鎖滑牙的 然後就硬打來走 也有可能 不行講原廠啦 等下我們被提啊 欸 沒有說訪音你講什麼啦 你要會判別說 這個螺絲它的頭 現在是不是正常的喔 如果它的頭不正常的 你在那邊硬打 有可能真的就要送1了 六角是還好 對 可能是內六角 或星星的 要特別注意 那普遍阿豪 你拆螺絲都是用電動 對 電動旗子 然後套筒 還有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電動旗子 沒辦法拆下來 我們就用手動下去拆 把它放鬆 如果你沒有電動的 那請你就用手動的 看六角是多少 然後像阿提斯這個 就是14號 拆中就是逆時針 然後鎖緊是順時針 然後我們就 逆時針拆 然後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然後我們用電動旗子 它去拆除 好 如果你試用電動的話 你不熟 你一定要控制力道 因為我們有遇過就是 它不會控制力道 在那邊硬打 那就會造成什麼問題 滑牙 OK 如果螺絲斷掉 對 要小心喔 那接下來 椅子拆好之後 我們就要注意就是 椅子下面會有一些電線 如果椅子是電動的 它需要注意什麼嗎 插頭之類的 那這時候如果你的椅子 結構越複雜 正常來說 你的椅子會很重 再來就是你下面的電線也會很多 對 因為有一些椅子 它本身有含氣囊 甚至電熱椅 或是通風的功能 所以啊 你下面的線組 自己一定要小心 你在拆之前 最好也要確保去測試一下 你的功能是不是正常的 因為有時候呢 可能你的功能 本來就已經不正常了 只是加上你又很少用 那這時候你在拆裝的這個過程 到時候你會不知道說 到底你的問題出在哪個環節 像在車 國產的 它下面 就是用手拉 用手拉 對 然後像Artist 副駕就沒有電線之類 所以啊 你看像這種 以前的舊式車款 它越單純 越不會有什麼問題故障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大概的 掩飾一下 把它抬出來 抬出來之前 注意一下周圍的示板 因為那個椅子的腳很利 小心 這個腳要小心 這如果刮到皮膚 一定會破皮 所以啊 盡量要小心 如果怕的話 自己裹著布 因為豪哥呢 每天都在扛不同的椅子 所以啊 他 很多女粉絲 回家都想要請他扛一下 不要 我會受不了 看一下 下面 哇 這車真的是 有夠髒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剩副駕都拆除後 我們換來拆後雨墊 後雨墊呢 大部分的國產車都蠻簡單的 有一些進口車 像馬沙拉底 那時候拆的時候超麻煩的對不對 就是有部分車款很難拆 那像這種國產車呢 它後面有兩個卡扣 那用力往上拉嘛 像國產車來講 像阿提斯 就是它是比較單純 用拉的就好 示範一下 就往上拉 就起來了 在拉的同時啊 我也提醒一下 就是像它的安全帶扣 因為它有一些是塞這個縫的 你要先把它塞下去 這樣子你才能好好的拉起來 因為這台車 我們要準備做重度拆洗 所以我們要幾乎把整個內裝 快要拆光 所以呢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想要那麼徹底瘋狂的話 再繼續跟下來 那我們現在換來拆中傳 中傳呢 就真的很麻煩了 那這種日系國產車都還OK 可是如果像歐系車的話 我真的建議你可能就不要自己再DIY了 因為像現在很多車 動不動就什麼觸控面板 或是iDriver的旋鈕幹嘛的 而且歐系車很多螺絲都藏在板子內 對吧阿豪 沒錯 那我們現在就一樣 從國產入門的幼幼班開始學著拆 那接下來我們要怎麼做 國產車比較簡單 就是螺絲10號的 或者是10字的拆除 那像那個排檔頭 是不是都也要先移位 排檔頭對 要先移位 會要移位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在橋角度的時候 因為你中傳台人比較好出啦 因為它現在如果在PE檔 它會卡到對不對 對 會干涉到 好 那因為我們已經有先把一些前置作業給做好了 像Artist呢 因為它前面有一些面板示板 它是要往上拉除 它是卡扣的 那拉除之後 它螺絲才會跑出來 那這時候就依序的把它拆掉 那拆掉之後呢 那有一些排檔要看車款 像那個大部分的豐田車系 它上面有一顆鈕 你壓下去 你完全不用轉紅火 你就可以入檔 如果有一些車沒辦法入檔的話 那你就只能排紅火 甚至要發動車的 你要小心喔 因為這時候 你沒有很好的固定身體的地方 如果萬一車子 會有那個 入檔的這個 頓挫桿 你怕等一下誤觸油門幹嘛的 反而造成危險 所以大家務必小心 然後我們就把中傳拿起來 稍微注意一下 中傳裡面會有一些電線 然後你稍微 我們來檢查一下 附近有沒有電線 ARTIS這一台就有電線 然後就要把它儲 再把它拉出來 然後我們剛才講的 拍檔 就往後拉 然後才不會干涉到 稍微我們就拉起來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換 開始拆這個側邊的勢蓋 因為啊 這些勢蓋 它把地毯夾在這裡面 如果我們勢蓋不拆掉的話 地毯是拉不起來的 那這個勢蓋呢 跟我們剛剛所講的這些東西 有點結構不一樣 因為它後面呢 會有很多的卡扣 那這卡扣呢 通常拆解的方式 可能不好用言語形容 因為這是一種手感啊 你要先確認 它的扣子在哪裡 然後就是要慢慢拆啦 而不是就直接用拉的 有時候用拉的就是 飾板 有沒有 被你弄壞掉 側側的兩邊飾板 拆掉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 可能就要換開始拆後椅背 那這樣子呢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 開始把地毯拉出來 就會比較輕鬆 啊好 這個後椅背 大致上要怎麼拆 像這種的 它可以先倒的 我們是從旁邊的主手 然後先拆 有些車子沒辦法先倒的 像 Artis 可以先倒 像風田系列的 Toyota系列的 Vios 就沒辦法先倒的 它是一整組的 一整組可能就要整個掀起來 然後我們就先拆 Artis這個枕頭 這邊會有鎖一個10號螺絲 然後拆除掉 拆除掉 我們把這主手往上拉 抽出來 再來椅子 椅子這邊 最後還有一個 德號螺絲 拆除 拆除掉然後椅子就下了 另一邊的椅子一樣 跟前面的椅子一樣的拆法 你看喔 我們光拆這些東西就有多少零件 你看要放超多的地方 然後全部大致上拆出來之後 我們等一下還要進行分類 所以啊 拆內裝 你一定要有很大的空間 很大的環境 尤其一定要在陰涼的地方 不然你真的是會熱死 好 那恭喜你呢 我不知道你已經花了多久的時間 那這最後一步呢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把這個 車內最大最大的重點 就是這個車內的地毯 給它拉出來 那這個拉出來呢 這底下還沒有什麼其他 稀奇古怪的東西 我就不敢保證啊 好 那我們現在內裝全部分解之後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開始做清洗 對 就是內裝跟外觀 你能洗得到的地方 趁這時候呢 你都把它洗乾淨 那像油箱蓋這個地方呢 你也可以去做刷洗 那不管怎麼樣 你要噴藥水之前 你一定要先沖濕 那這就是因為避免咬漆 之前有人問你說 洗油箱會不會進水啊 如果是這種傳統旋鈕式的 其實基本上 刷洗都沒有問題啊 油箱這下面 你本來就是應該要去做一個 定時的清潔 因為我們有遇過啊 它這邊全都是泥沙 還有這邊 然後它長期堆積 這個泥沙排水排不掉 然後甚至把排水孔堵住 這邊就會積水 然後長期啊 以來 結果它這邊就開始生鏽了 還有鏽斑 你的油箱是那種 插入式的 那你就要小心 你如果要刷的話也是可以 只是說你沖水的時候 這個洞你要小心 不要去正沖 不然等一下水跑進去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啊 如果真的進水咧 來找你啊 我怎麼知道它怎麼洗啊 那老子都洗了嗎 幾百台 幾千台都沒事 然後他們就有事 很奇怪耶 這個裡面應該是算什麼類的髒汙 其實基本上都是油泥 不然就是泥沙 鋁圈清潔或萬用都可以 要看髒汙的程度 這個還滿黑的 一定黑的啊 因為它從來沒有洗過啊 之前有人問說啊 你洗淚妝的時候啊 你那個洗的藥水環保漆會不會掉 如果你知道那個地方是環保漆的話 盡量就是要把藥水吸濕到很淡 要嘛就是你不要用藥水 因為有環保材質的地方 基本上我們就不太會用到藥水去做清潔 因為環保材其實它很尷尬 它是一種環保材質做的 它會自然分解 有時候我們噴一些藥水 或是你有上皮革油 那都有可能會去加速你的環保漆分解 所以盡量清水擦拭就好了 你像那種門板的按鈕啊 中控的按鈕啊 之前有人問你說你噴那個藥水不會壞掉 基本上我們開業這五年來 清洗下來我們只有遇過三台而已 你看喔每年都洗了幾百台車子 其實這機率很低 那我們過去遇過這三台 有兩台發生的原因都是 剛好它的按鍵已經老化了 它可能剛好就剩下那一兩下的壽命 結果就剛好被我們遇到了 這只能用這種機率來說啊 因為啊我們其實在做這個拆洗的這些服務之前 我們都會拆一些按鍵起來 看一下究竟能不能這樣做 那其實按鍵後面很多一些防水套 它其實都有預設到這種狀況 所以沒錯 你藥水不能用到大量 其實你適量的噴 其實是都還沒有太大的問題 不要用太多 那大概的量很高啊 你示範一下啊 這個怎麼講 不要到時候說我們在那邊講講而已 比如說這整塊門板喔 我就大概這樣噴 除非你有個地方 你等一下刷一直刷不掉 那那邊的藥水你再噴多一點 大概是這樣 比較難判斷有沒有清乾淨的 是黑色的地方 因為黑色你有時候清起來 你會不知道說到底有沒有乾淨 如果你的黑色皮革上面 是跟很多髒污的話 上面會泛滿油光 那你清完它如果變霧面的話 髒污就大致上已經被清掉很多了 所以你就大概取個平衡點就好 那米色呢 則是你就要一直清清到你看 變成就是 看起來就非常乾淨啦 之前有人問你說 你那個洗引擎 引擎會不會壞掉啊 不會啊 怎麼感覺大家很想看我們洗壞車啊 他們可能就希望看我們出糗啊 所以大概洗引擎會不會壞掉 不會啦 除非你那個車是老車 然後你那個烤耳啊 一些那種外露的電信 你自己要小心注意就好了 在洗之前 你一定要把它包起來 避免就是碰到水還有藥水 其實我覺得引擎是 你如果不會洗你就 給店家洗比較快啊 我是說真的 那個洗引擎是有什麼好處嗎 還是爽度的 爽度當然是 佔比較大的因素啦 但是你說對 基建有沒有好 我覺得是有好啦 因為你想嘛 那麼多灰塵的土 那個沙子 都卡在那個裡面 啊有時候就像關節一樣 你知道嗎 有一些東西它會運轉啊 那些東西卡久了其實 久了也會造成磨損喔 其實洗車還是有很多美感啦 那到時候呢 我們在等疫情鬆散一點 我們會辦一些洗車的課程 你們如果想要來聽 或是有什麼想要了解的 就直接來吧 這樣也比較快嘛對不對 好 我要工作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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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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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